他们现在在餐厅里面的生活 具体的怎么样 您能跟大家分享分享吗 其实在餐厅开业之前 我们就模拟的训练 就是假如我是顾客 我来你会怎么样 就是挺好 就是没真的面对顾客的是挺好 当一开业了之后 真真真让你顾客走进来了之后 顾客有的时候来点菜了 假如点了三个菜四个菜 我们孩子他刚开始工作不顺嘛 排四五个了 然后顾客说 不对啊 说我点撒菜 说这上这么多呢 是强卖强卖啊 然后我们说 不对 这是我们赠送的 就只能说去赠送 就是很多这样的一个笑话 或者是顾客点完菜了 他在那边听到了 好嘞 答应得挺溜的 回头他忘了 然后顾客说 要食了就一碗面条上不来 顾客就会很急 然后这样我们还得和 正常的工作人员去解释 但是孩子们做事情很认真 像那个我们有羊肉串嘛 洗签子说四次 就是一个签子洗四遍 但他缺一遍都不行 就是非常认真 扫地什么的都特别认真 就是简单重复的工作 现在没有问题了 遇到一个事跟他一说 遇到一个事一说 但是他们好在一点 就是学会了 他就认真去做 你看每天早晨 就是孩子们都 我们家里面早晨 有一句就是开早会的时候说 阿甘 阿甘 真诚简单 阿甘 阿甘 执着乐观 阿甘 阿甘 执着乐观 我早熟 我快乐 大家快乐 刚才说了这么多 孩子孩子 一直在说孩子 但我想大家这个时候 可能最想关心 最想看到的就是 这些孩子们 到底过得好不好 开不开心 我知道今天有一个孩子 也来到了我们现场 是不是 我们掌声有请杨阳 来 妈妈在这 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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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要是平常不亲 这眼都眼不出来 您知道吗 阿姨好 叔叔好 阿姨好 叔叔好 你叫我叫叔叔好 叫他叫姐姐好 姐姐好 你好 现场还有好多哥哥姐姐 跟现场的哥哥姐姐打个招呼 大家好 棒了 棒了 大家好 告诉大家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芽芽 看姐姐漂亮漂亮 漂亮 漂亮 我觉得你也特别帅 那要叔叔你怎么说呢 叔叔是漂亮的人帅 帅 对 叔叔帅 爷爷呢 爷爷 你老叫我 那是爷爷吗 不带这样的吗 那你应该叫什么 叫什么 这个叫什么 叫什么 叫叔叔 叫叔叔 对了 他说叫叔叔之前 他看了我一眼 对 你看判断力还是挺准的 对 那杨阳我问你 你现在工作了 是不是杨阳 干什么呀 你挣了钱 我打的 穿些卡里头 打到卡里头 存起来 存钱干什么呀 贴喜 现在有看重的吗 还没有 还没有呢 我太小 太小了 那你打算存多少年 要存多少钱才能娶媳妇 遇到合适的呗 遇到合适的 我妈想做就行 我妈想做就行 这真是好儿子 我发现了 杨阳啊 是个不会撒谎的孩子 我问一下 杨阳 叔叔问你这么一事 你跟叔叔说实话 嗯 妈妈哭过吗 她 嗯 哭啊 为什么呢 她为什么哭啊 为什么哭 她为啥呢 嗯 为我们 为你们 我都不认识往下问了 你还记得吗 什么时候哭过 去年 去年 因为什么呀 生病啊 出啊 我妈妈生病了 嗯 生病的时候你们着急吗 啊 他们说 我说生病了 我说再气我就死了 他们说 你死了 死了也把你揪起来 不让你死 哈哈哈哈 妈妈能不能死吧 不能 对了 因为积善之家 必有余庆 那您觉得 比如说杨阳在 呃 去餐厅之前 跟到现在餐厅工作之后 她有没有什么变化 就这个工作 对他们的改变大吗 呃 变化挺大的 我觉得这半年 她语言表达能力强多了 之前很多人 我就像翻译一样 我们家好多孩子说话 大家听不太清 嗯 然后我再给大家解释 她在说什么 现在杨阳 说话图字都特别轻了 走路也稳了 然后每天特别自信 就觉得妈 我能怎么样了 妈今天生意可好了 说妈今天大家 是不是赚老多钱了 她就对生活 她有个向往了 嗯 从前呢就是 没有这些想法 吃饱了玩 没概念 什么事情都没概念 现在就是想的特别多 她有思考了 杨阳她是 走路也不行 走不稳 她小时候就一直跟我说 说妈 等我长大了 你就把我的腿骨 长直了 你把我舌头又捋齿了 就到医院 所以现在就是 一点点点锻炼 就是杨阳 我觉得越来越棒了 就是现在 我觉得这样锻炼下去 再过两年 我觉得像正常那样走路 然后正常那样说话 都没问题了 所以胡大姐 您觉不觉得就是 孩子反而你把他放到 社会当中 跟更多的陌生人在一起 反而比你把他 保护在家里面 说怕他受伤害 你只能跟妈妈在一块 只能在我身边待着 其实对他有好处的 对 他知道学什么 向谁学习 觉得和别人又一样 大家很多时候 大家觉得 说你这餐厅 是一个慈善餐厅 你看有一些慈善文化 我说那就失去了意义 我就要他们 正常地融社会 不要让他们有 什么特殊的一些元素 在里面 这个想法真的还是非常好的 就是有一些 世上的孩子 他可能在智力方面 跟普通人有一些差距 但并不意味着 他本身没有才华 我们多数情况下 都是把他们看作 是需要帮助的人 是因为我忽视了 他们内心 本身所存在的 这些品质 就是真诚 坚毅 勇敢 坚持 所以我觉得 一个开放的社会 最重要的是 我们能够在那些 我们看似需要帮助的人身上 看到我们自己内心的不足 这需要什么呢 需要我们社会 更多的包容 需要更多的 让这些人走到社会里 我们把它当作一个普通人 去尊重和对待 我觉得这一点 胡大姐做得特别好 我们要给你一点掌声